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乌卓菩萨根据大宝基金 责任出三十二种法 当然这三十二种法 不表示我们今生可以完成 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 整个菩萨道的标准在哪里 就是我们经常用三十二个法 来要求自己 那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哪一方面是做得还不错 哪一个地方还有加强空间 就是不断的用三十二个法 来自我反省 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保持进步 如果一个菩萨 他连标准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么他只好根据自己的直觉 妄想来修正自己 那就很危险 所以这个研究教法就是 我们知道真实的功德在哪里 那从真实的功德 来对比自己的内心的相貌 我们就知道哪些地方 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我们看第十三 不惜一手而行施舍故 那么菩萨从最初的化心 为令一切友情利益安乐 增上一乐故 为了使令一切友情众生 得到安乐得到利益 开始化心修行 那么这当中 有五个重要的阶位 从刚开始的自我充实培养正念 到第二个阶段 力士练心积极知良 那么现在我们到第三个阶段 十三到第十九第三个阶段 洪护正法修学六度 那么在前面的力士练心积极知良以后 菩萨经过几年执事的历练 慢慢他内心的堪忍性强 福报也增加了 他开始去做弘扬正法的 这个菩萨的正业 那么当然弘扬正法 是一个布施的一个法师 法布施 那么这个时候 菩萨要告诉自己 不惜一手而行施故 那么弘扬正法 是一个很广大的功德 使令众生开启智慧 弘扬正法 开人智慧 使令他心中产生光明的电灯 这是一个无量的功德 但是菩萨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施舍 而贪求世间的福报 当然这个福报是一定会出现 但是菩萨不应该贪求 这个地方 有很多法师都问我说 我们身为一个法师 对这个世间的明文立养 如何来调伏自己的贪爱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普遍问题 当然你逃避也不是办法 你说有明文立养 那我干脆不弘扬佛法 那这个叫做因疫废死 我这个吃饭会溢到喉咙 我干脆不吃饭了 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了 重点是我们如何来防止这个明力的伤害 其实这个防止明力的伤害 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培养你的智慧的灌照 就是说你观察 其实人世间短短几十年 如梦幻泡影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来人世间都是个过客 当然每一个人在几十年当中 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追求你要的 我追求我要的 这个罗生一桩 一声大家都走掉了 各取所需了 重点是你这几十年 你到底你要什么 那么当然我们要什么之前 我们要先观察观察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暂时的虚妄 这个明文立养 基本上它就是 当我们去追求一个魔力宝珠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几颗小花 如此而已 梦幻泡影 你根本就是带不走的东西 所以说 当我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 而你在无常当中 你临终你真正需要的是 你的菩提心 你的善业力 跟你的智慧的观照力 这些明立你很容易走得过去 当然你说我们身为一个法师 身为一个菩萨 你做直视也好 那让我们生活的所需够了 其他的多余的东西 尽量辗转布施出去 因为你不布施 你反而产生太多贪早 葬你的道 你就很难继续往前走下去 所以偶一大师说 一个人没有高超的建立 你就很难培养出高超的品格 你说你不靠智慧的观照 你只是靠着实戒的要求自己 靠禅令 我就是不动 看到这个明立 我就不动 你不动 你的贪爱的烦恼 是被那个不动的心压在内心深处 问题也没有解决 颠倒的心是靠智慧来开启 用光明来化解黑暗 就是说 很多事情 你应该去心平气和的去面对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貌 它值不值得你追求 这才重点 而不是一辈的逃避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菩萨应该要观察人世间是生命无常的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 所以对这个短暂的阴言 这种明文立扬 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暂时的东西 我们后面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这个摩尼宝珠是我们真正要的 我们应该因为无上菩提而行布什 这是这个意思 第14 不宜一切有趣受持借故 前面的布什是偏重到今生的福报 这个地方的持戒是来生的安乐 这个有趣 就三戒中的人天的果报叫有趣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在中国佛教可能问题不大 因为中国的祖师都很喜欢 在所有的戒法当中案例一个所谓的戒体 说你受这个五戒 受五戒你要严禁花心 对一切友情 是断一切恶 是修一切善 是度一切众生 得到五戒的戒体 当然我们看五戒的戒相 其实五戒的戒相 不杀生 不多道 不悬疑 不妄疑 不饮酒 其实都是涉立一戒 没有涉善法界 没有涉双三戒 所以中国的祖师的智慧 以道荣小 无法不大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你持五戒 虽然他的当体的果报是人天 但是你也要化菩提心 就是不一一切有趣 而受持借故 这个地方我必须告诉大家 一个真相 你不要以为说 你不贪求人天果报而实戒 好像你就丧失人天果报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阴言赶招啊 你要不要都是一回事 你不求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还是现前 但是你得到人天福报以后 你不会产生迷惑颠倒 你会继续往前走 你求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现前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住了 就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们应该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观念 就是说 身为一个友情 追求安乐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希望我们身心 离开痛苦 得到安乐 趋吉辟凶 这是每一个友情的一个自然反应 但是 当一个安乐出现的时候 或者即将出现的时候 这个安乐你要不要追求 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如果这个安乐它出现的时候 能够让你今生安乐 也能够让你来生安乐 起码不会障碍你来生安乐 这个安乐可以追求 可以的 这个叫合理的安乐 你说一个佛法 连合理的安乐都不追求 那实在是要求太高了 但是有一种安乐它出现以后 它会让你现在得到安乐 但是会你来世得到痛苦的 那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安乐 应该拒绝 所以我们佛法的思维 我们看经典 宁外化的佛陀的思维 是要我们菩萨 你尽量往后面的时代去想 就是说 你不要老是想想今生来一生 你这个眼光不要那么浅 你要把你的眼光 多想想你以后会怎么样 你做的这件事情 它以后对你的影响怎么样 当你把时空一直往后拉的时候 其实真相就会出现 这个事情的真相就出现 它只能够欺骗你一死 它很快乐 但是来生它也痛苦 所以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把这个事情拉到好几身的时候 它的正面目就现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不管布施也好 慈戒也好 你应该要发比较长眼的心情 那么菩萨通过布施慈戒以后 这个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 这是有知良的菩萨 在佛教界也都是领众一方的大善之士 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就要散调自己的称心 因为你的称心的佛动 对众生的伤害 对佛教的伤害都是相当的重大 所以菩萨应该要修忍入波罗蜜 什么叫忍入波罗蜜呢 遗珠尽眼内心不动 保持不动 这个不动的意思是要智慧的关照 不是禅定的不动 是你要关照两件事情 当菩萨受到逆言刺激的时候 要想一件事 这件事情随眼你消灸夜想 我们一个人不要老是活在对错当中 这个对错的观念是害死我们 遇到事情你对我错 我对你错 那就起环绕了 称心了 都是你错 所以造成我也被你拖累 我们一直活在对错当中 你的称心永远不能调伙 把这个对错的观念拿掉 想一想这是我的业力 我不管是谁对谁错 这个事情会在我的生命出现 我内心的阿赖也是 一定有这个业力被逼出来 既然是我自己的业力 那我当然应该承担 持跟早 今生不承担 来生也是要承担 所以刚开始 你一定要把对错的观念消掉 随眼你消灸夜想 你就会觉得泰然 觉得安心一点 第二个 当善知识想 这个是更积极的 把这个恶因言当作 他是来考验你的 律师练习 我们一个人都很喜欢顺境 但是不幸的是 有很多重要的功德 都必须要从历境当中成就 如果你一生当中都在顺境当中 那么你很多功德都没有成就 所以人世间酸甜苦辣 少一个味道都不行 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情的时候 你又觉得 那这是你进步的时候 当然这是更积极的想法 起码你要能够随眼消灸夜想 遗珠金言 安心不动 我们一个人在称心发作的时候 你开始关照 但你还没有把这个称心调伏之前 记住一句话 不要随便乱动 不要随便讲话 不要随便做决定 这个时候你讲话所做的决定 你一定会后悔 一定的 等到你把称心都调伏下来 这个时候你想做什么 再去做 就是遗珠有情 无有慧爱而行人故 第十六 为设受一切善法 请精进故 那么这个时候就精进了 菩萨面对一切的善法 如品得保享 无有厌主 多多亦善 多多亦善 我个人经经过几个老儿上 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 参功师父 参功师父到八十六岁 还办在这协会 他说他要办到九十岁 做伦理以来办在这协会 不可思议 第二个海工长老 海工到八十几岁的到处传戒 你说他求什么 他求名文立扬 他今生也应该够了 我们经常说 赵州八十有行脚 只为心头为求人 海工八十游传戒 当然这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有时候我们看到老人家在前面跑 我们后辈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 红华哥三四十年五六十岁该退休了 安阳晚年 我们后代的人总是心胸比较狭隘 容易得少为主 特别是年轻人 他红华没几年 就够了够了 开始就受用老本 其实老一代的修行 你看他们 这真的是精进 他们对善法是浮有厌处 我那个亲近一个达工长老也是一样 达工长老也是八十几岁往生 我印象很深刻 他往生的前一年 还跟我们讲嫩严禁 他那不嫩严禁没有讲完 讲到三减多往生 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 稀落到非常严重 他还是照样讲经 我说老人家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 为什么还要讲经 他说 我们一个人不讲经就会退步 所以我一定要讲经 让自己保持正念 所以说 这个地方提醒菩萨 你对善法不要得少为主 得少为主 是标准的身份种性的人 菩萨种性是多多益善 所以菩萨为了射受一切的波罗密的善法 是不断的精进的 第十七 舍无射界 那么菩萨休息禅定 应该远离到四空天去 菩萨如果不到进度 可以来到异界 也可以到射界 但是佛陀禁止菩萨到无射界 因为无射界的心是太过暗顿 你在那个地方 从你的菩提心跟智慧的关照会受到伤害 所以从无射界出来以后 你的菩提心跟这个圣事界都受到伤害 而且你在无射界 你也不能利他 是他两害 所以在三界当中 佛陀是禁止我们往生无射界 只有外道才会到无射界去 你可以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可以 所以应该要舍离四空天 第十八 方便相应修菩萨故 那么这个菩萨是我空法空的无相智慧 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 有些部分是通小秤法 那么大秤不共的菩萨叫做方便相应 就是大秤是依止大悲的方便而修菩萨 小秤是依止出离而修菩萨 我们说一个说明 我们看这个小秤的空 他喜欢讲空性 大圣佛法对空的描述 他喜欢讲心性 他不讲空性 就是在空当中 多一个明了的功能 一个生命现象的明了功能 这两个地方的意义 值得我们去参透 空性是没有生命现象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空是一种 灰身敏制的一个境界 大圣佛法是很避免谈空 他喜欢讲清净心 或者讲现前一念心性 就是他那个空性当中 是有无量无边的艳丽在里面 或者我们讲真如都好 那都是一个假命 他们所形容的内涵都是一个 在空性当中 有一个充满大悲心 有明了性的功能在里面 这叫做什么呢 方便相应修菩萨谷 这个菩萨菩萨蜜 有大悲的方便 设置在里面 这个是大圣佛法不供小圣的地方 小圣只修空 他没有大悲方便 所以他只能够自受用 第十九 有四色四色方便故 前面的六度要加给众生 就是我要修六度 要加持众生的时候 要假借四种方便 叫四色 第一个布施 就是以财务色收 令生正信 刚开始你要射受众生 用财物资具来射受他 使定他对三宝产生信心 第二个 爱与开导佛法 令生正见 大家对佛法有信心以后 你开始为他开导佛法 知道什么样的因缘 能够成就人天果报 什么因缘成就涅槃 什么因缘成就佛道 把这个使法界的因果 次第的开导 让他知道 第三个例行 方便欠修 令生正信 你应该要劝他 赶快把握时间 休息一个相应的法门 开始产生行动 方便欠修 令生正信 第四同事 同事助办 那么功德成就 应该陪伴他修行 在旁边 不断指导他 有问题 让他解决 使定他修行的功德 能够次第的成就 所以这个布施爱与立行同事 刚好是菩萨 射受众生的信解行政 是一种功德 那么这整个六度四色 叫做十三 圣进行业 就是菩萨依止六度四色 来不断的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 两种质量 这叫圣进 殊胜的功德 不断的进步 那么这个地方是 洪护正法 修学六度 菩萨开始去赫丹如来家业 那么我们看这个 第20到第28 菩萨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加工用行 功德增上 菩萨在立他的时候 开始觉得 斜然后知不足 开始加工用行 使令自己的福德智慧 在做进一步的突破 叫功德增上 加工用行 功德增上 我们看第20 一时解破 就善有无二故 那么菩萨开始历练以后 他觉得自己 还是有所不足 所以他应该在 用功 在有进一步的用功的机会 那么进一步的用功 他当然第一个 要亲近善事师了 那么善事师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持戒 一个是破戒 我们做一个说明 这个持戒 就是他戒恨亲近 威仪记住 这种人我们很容易亲近 他有色受力 第二种人破戒 这个破戒 不是破四重戒 而是说他的戒恨有所亏损 威仪不记住 他可能对一些 维系的戒恨不重视 那么这两种的善知识 我们应该平等的亲近 我们做一个说明 这个善知识 偶尔大师说 善知识必须有三种相貌 第一个要有政见 他要通达大乘的延期 第二个要有慈悲心 你有政见 你不喜欢教授别人也不行 因为有想要利益众生的心情 第三个是方便 他有善巧方便的教化 那么 但是菩萨记住 正见识被善巧的时候 他表现的威仪 有的是威仪记住 有的是威仪不记住的 那么这个时候 菩萨都应该要平等亲近 我们 我们一个人 有些人的本性比较厚道 他看到一个人 他很自然的就能够看到他的优点 这种人一生当中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善知识 得到很多很多的法宝 那么死定他心中的光明灯 很快就点燃起来 得到善知识的加持很快 有一种人是深信刻薄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多生多生 只有这样的一个等流习惯 他就很容易就看到一个人的缺点 然后就障碍自己了 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调伏自己 不管他为一句不记住 只要他能够开导我们产生正见的 我们都应该平等亲近 见得不见师 是这个意思叫亲近善勇 第21 以音众心听闻正法故 听闻正法 当然亲近三世事的目的不是要攀岩 重点在于能够听他的开导 加强心中的关照智慧 我们一个人长时间不听法 恐怖指说一个人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当然你一个人外表面目可真 你的内心一定是可真 一个人长时间没有欣喜大乘佛法 就表示你不断的欣喜妄想 因为你不是被妄想欣喜 就是被佛法欣喜 你就是退步了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变化流动 你一定要保持进步 就是多听闻佛法 第22 以音众心 祝阿兰诺故 祝阿兰诺 那么前面是一个智慧的栽培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禅定 那么这个阿兰诺就是极尽处 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眼离窥闹 习诸延误的极尽处 来修习禅定 对治心中的散乱 加强心中的堪忍性 禅定是很重要 你的禅定增加 你不管智利利 他的功德都往前迈一步 因为所有的功德都是以信念来主导 你心静强 所有的法在操作的时候就多一分的力量 所以这个地方 佛陀欠我们 你在加工用行的时候要找一个激进处 第23 仪式 杂世 不爱要顾 离恶行事 那么这个杂世 是指世间的五欲了 前面菩萨在经历弘阳佛法修学六路的时候 是在人世间打滚的 当然心中也留下很多很多的回忆 很多的影像 这个时候修禅定的时候 就把印留在心中的那些影像全部逼出来 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杂染的影像 应该要远离恶行事 远离种种的贪爱的烦恼 要用喝着的方式来喝着我们对这些影像的爱曲 那文经上说 我们的妄想有两种 一种叫闪动妄想 它是比较粗的 就是平常打妄想这些 这个时候我们在修专注的时候 就是闪动妄想 你不对势 你越对势越多 所以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 你要练佛就只管练佛 你要持咒就只管持咒 刚开始这些粗重表面的妄想 你都不要对峙 但是你慢慢的心专注以后 心中有正练力的时候 一片寂静的时候 就会把内心深处 在海底深处 有一个妄想叫做 维系的坚固妄想逼出来 这个时候就要对峙了 所以那文经讲 这个坚固妄想要喝着对峙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当我们把内心当中 隐藏在内心的坚固 这形式逼出来的时候 要远离它 当然远离就是喝着 第二十四 一意下列称 真不信要故 一意大称 圣见功德 圣见功德故 作意功德 那么我们 在成就禅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得到禅定 有时候会喜欢极净 那么有时候会忘事大悲 所以佛陀 劝勉我们在禅定的心中 要不断地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应该远离 这种小称的功德 这种少事少业 少希望住的功德 要远离 要追求广大的多事多业 多希望住的广大功德 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这个作意功德 佛陀在前面 也讲过好几次了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不断地提醒作意 从人性的角度 修学生法是比较容易的 跟人性比较接近 但求自立 不易度人 那么这个菩萨倒是 从人性的角度 是比较困难的 是严重违背人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佛陀要我们 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第二十五 远离恶游 亲近善游 住半功德 那么在修行当中 一定会有同参道游 那么一定要远离这种 伤害自己菩提心 伤害自己正见的恶知识 要远离增长菩提心 增长正见的善知识 这是住半功德 在环境上说 你亲近一个恶知识 比亲近老虎还可怕 因为你亲近老虎 他顶多把你今生生命伤害掉 算了 死了就算了 你来生重新开始 这个老虎对你来生没有影响 他伤害仅此一生 你亲近恶知识 他告诉你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依着这个观念 产生错误的行为 高感错误的果报 来生也是这样 要迟到哪一天 又遇到一个善知识 把这个错误观念改变为止 所以恶知识的伤害是多生多结的伤害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善巧的眼离恶游 亲近大生的善游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第26 前面是偏重在菩萨经过弘化力生以后 在做历历步的家行 那么这个地方讲 菩萨经过家行以后 开始有三种的功德 真善了 第26 恒修至是凡住故 无量清净 那么菩萨经过以大悲心为上手 所修的禅定 乃至于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菩萨释放诸 慈悲喜者是无量心 那么这个时候内心 更加的清净严满 无量清净故 27 常游戏五神通故 得大威力 那么菩萨前面得到禅定 依止禅定 而隐身的天眼通 天耳通 神族通 宿命通 踏心通 使令菩萨变成有大威德 那么菩萨有神通以后 度化众生就更有力量了 第二十八 一去自顾 正德功德 那么前面是立他的善巧 这个是菩萨的自受用 真正的智慧 这种智慧是根本无分别是真实的现前 那么菩萨虽然广度一切众生 那内心安住在无所得的清净心当中 正德功德 这个叫成满业 菩萨已经慢慢成满内心的福德智慧两种质量 当然这个成满也包括 从前面的自我充实 培养正念 立事练心 培养福德 然后洪护正法修学六度 到加工用行 功德增上 我们看菩萨的第五个阶段 菩萨到了这个时候 开始要教授弟子戏佛费命 要把这个戏佛费命的工作 交给下一代的弟子了 第二十九 宜诸正恒不诸正恒 诸有情恋不舍弃故 异中功德 那么菩萨在教授弟子的时候 当然弟子有两种 一种是安住正恒的弟子 他安住在戒定会叫正恨 有的弟子 他目前安住的叫做放逸 做种种放逸的事情 破戒放逸的事情 安住不正恨 但是菩萨应该对这样的弟子 都不能够舍离 叫异中功德 一般来说 在一切菩萨界 讲到菩萨射受众生 要根据两种的情况而射受 第一个 对方有大乘善根 一个人没有大乘善根 你要射受他就很困难 即使他开始栽培就很困难 就是他前生有大乘善根 虽然他暂时表示放逸 但是不怕 为什么 善根能够破除黑暗 光明能够破除黑暗 所以他即使暂时的放逸 那么只要他善根被启发起来 这个放逸的阴眼马上消失 因为他只是一种暂时的妄想 当善根出现的时候 那些乌云自然就消失掉了 所以菩萨重点在于 他是不是有大乘善根 第二个 他是不是跟菩萨有阴眼 这个也很重要 那你想度化他 他不让你度化 你这没有用 这个第二个是阴眼的考量 那么不能够把安住正恨 不安住正恨当作一个 是不是射受的考量 这是重点 第三十 言结定故 结定无疑 教授教界 菩萨在教业弟子的时候 你所说的法一定要决定 而没有疑惑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个邪术界跟宗教师的差别 邪术界讲的话 永远是魔能两可 这个事情有时候有功德 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也说有过失 到底怎么样 你自己判断 所以我们听到一个 邪术界的演讲讲完以后 不能产生欢喜身上破落入理 世西坛完全不记住 所以菩萨在说法一定是 你一定要为众生 做出正确的抉择 言结定故 就是要做一个无疑的教会 教界 这样子才能够产生世西坛 第三十一 众地时故 财法受益 那么菩萨在教授弟子的时候 要尊重真实的情况 不说妄语 这个地方讲 财跟法都要能够一致 什么叫财呢 那么菩萨有时候设受弟子 有时候有需要去设受一些财物 这个财物应该要始终如意 什么叫始终如意呢 你刚开始跟信徒说 这个财是盖妙的 你就不能拿去共生 就是你刚开始是什么一言 最后就是什么一言 叫设意 那么佛法也是这样 你在教授的时候 也是要始终如意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种地时故 要尊重真实的情况 第三十二 大菩提心 横回首顾 无杂染性 那么你教授弟子 并不是希望得到弟子的回馈 供养 是完全为了要成就大菩提心 那么这个叫第十六 安利比业 这个比就是弟子了 使令这个弟子能够安住在 这个赤弟弟他的菩萨道业当中 就是把这样的佛法传递给下一代 好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三十二种页 我们回到讲义 那么这三十二种页叫做义处 就是菩萨的因地 那么这个地方所引用的经是大宝基金 我们看 接下来看丑恶的事意 那么这个事意是 吴卓菩萨对这个三十八句的解释 这个地方的解释分两段 第一个先说明他的意趣 再说明他的一个业差别 先说明意趣 如此诸句因此皆是出其差别 为一切友情起立安的增上意乐 那么总而言之 前面所说的三十八句 或者讲三十二个法 都是一个出句的差别下 什么叫出句呢 就是你希望使令一切友情 生起利益 生起安乐的一种坚定的希望 就是为了这样子才发出三十二个法 就是每一个法都要跟一切友情 立安乐的增上要相随顺 看隐恶的业差别 业差别当中先有一个列标在别显 先一个列标 此立安乐的增上意乐趣 有十六种业差别 那么十六种业是吴卓菩萨的解释 吴卓菩萨等于是用十六种业来解释三十八句 我们把它练一遍 其实前面都说过了 再把它做一个总结练一遍 此中十六种业则 一辗转转加行业 二无颠倒业 三不待他请自然加行业 四不动化业 五无求染业 持有三具差别因子 为无染细故 以恩非恩 无碍会故 以生生中横水转故 六相称以生业 持有二具差别因子 七一乐一苦一无恶中平等业 八无下类业 九无退转业 十色方便业 十一厌恶所至业 持有二具差别因子 十二无间作义业 十三圣进行业 持有七具差别因子 为六波罗密多正加行故 及四色式正加行故 十四成满加行业 持有六具差别因子 为清净善事故 听闻正法故 诸阿罗兰乱故 离恶行事故 作义功德故 此复有二具差别因子 助办功德故 此复有二具差别因子 十五成满业 持有三具差别因子 为无量亲近故 得大卫力故 正德功德故 十六安利彼业 持有四具差别因子 为一种功德故 决定无疑教授教解故 财法涉意故 无杂染心故 如是诸记 因之皆是出具差别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大乘的因地 从三十八具当中合成三十二个法 再会归成十六种页 那么前面是长行 这一下我们看基颂 如说 由最初具故 具别德种类 为最初具故 具别亦差别 那么由最初具故 就是由最初的 这个地方讲德种 就是讲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的总相 叫初具 什么叫总相呢 就是最清净觉 就是我们如果为人家解说 什么是佛的功德呢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最清净觉 所有的功德以清净觉当作基本 那么如果你要开闲 那就有二十一种差别 有很多的自受用 他受用的二十一种功德 来赞叹佛的这个功德庄严 那么从因地来说 由最初具故 具别亦差别 那么当有人问你说 那么什么是菩萨道的根本精神呢 请你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为利一切友情 利安的真上依德顾 这是菩萨道的基本精神 那么开出来就是 三十二个法 十六种页 这个是他的别项 那么这个地方是 把这个所思相 我们前面所思相是 偏重在理论的说明 什么是一他己相 扎染的因果 清净的因果 什么是骗记直相 在染经的因果当中 我们产生很多的妄想执着 第三个讲到严神实相 他的本体都是毕竟空的 那么理论讲完以后 这个地方是套入了实际的大圣修行 从三字性花名大圣的果地功德 从三字性花名大圣的因地 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到这个地方 所思相全部的 我们学习圆满 这个我们今天讲大圣的因地 我想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一个菩萨 首先 你要先了解自己 一个人不了解自己 这个是个糊涂菩萨 你不可能有进步的 就是说你经常要用这个三十二个法了解 来关照自己 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善根强 哪一个方面的善根最薄弱 因为我们经常活在习惯性 我们永远会在自己好的一方面不断地去进步 那么在弱势的地方 差的部分永远就是保持弱势 这是不对的 我刚刚讲过 我们不能够修行 不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样是不对 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 你这三十二个法 它就是一个镜子 你照下去 你很清楚地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 你就知道哪些是非常急迫要调整的 哪些是比较不急迫的 你在修行当中就有个方向出来 所以我总是觉得一个修行人 你第一个 你不一定说我要了解你 要了解别人 这个都是不急 先了解自己 先了解自己 你自己才能够进步 当然了解自己 那么当然第一个用法来了解自己 第二个更深的说 用观照来了解自己 我们前面讲到三自信 骗迹本空依他如换 那么骗迹本空 就是修空观 把这些因言所生法都消灭了以后 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一念的亲近本性 何其自信本质亲近 这个是你真实的自己 原来这一切的善根也好 烦恼也好 都是因言所生 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很重要的方法 第二个 依他如换 那么依他如换就是说 虽然清静 但是所有的法都可以创造出来 你心里一动就落入了一他如换 你也可以创造善根 也可以创造烦恼 所以说透过观照 也可以了解自己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所说的是 偏重的用佛法来了解自己 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 法师十悲 请把第十四 不依一切有趣受持借故 重做解释 这是第十四 那么我们先打开这个讲义第二面 那么 这第二面的第十四个法 不依一切有趣受持借故 这个法门 有它的权跟史 权就是说 这个法的当体 我们讲持借 持借的当体 是来世的人天果报 例上讲很清楚 名利及利利扬使得升天上 就是持借的当体 它是得到有趣的安乐 就是尊贵神 但是菩萨必须把这个法 再把它引导到无上菩提 就是说 这个法 佛陀失色的时候 持借的当体 它让你来生得到 人天果报以后 这个法的力量就消失了 正常是消失了 如果说你这个人 你没有花菩提心 你去受借的果报 来生得到天人 持得庄严一点 得到天王 这个法的力量就消失了 但是菩萨因为他内心当中 有清净广大的菩提心跟智慧 当他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菩提心 接触这个法的时候 这个法会让菩萨升到天上去 但是 这个法的力量没有消失 他会继续的引导他再往前走 就是用自己的心力 把这个法的力量加强 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说 这个法的当体 它只是人天果报 但是你要把它 这样的力量加强到更大 就是我们祖师经常说 以道荣小无法不大 所以《法华经》 智德大师说 一个人读过《法华经》的人 对他来说 没有所谓的五称 说这个是人天法 这个是身份法 那你这个对《法华经》来说 这个是开玩笑 所有都是成佛的法 但是你没有读过《法华经》 那的确 这个法对你来说是五称 对他来说是十善 是人天果报 是什么果报 那这个车乘的确是 有它一定的到达 一个人没有得到《法华经》的传承思想 以之前 那这个法门本身的确是有差别的 所以才必须要判教 这个法 它的体重用是什么 你收拾这部经 它最后的效果到达哪里 这个车子 开到台中停止了 不能再开了 你再开 你再换车子 这个车子可以载到台北去 这个车子 这个飞机载到美国去 它的车子的确有它的差别项 但是你读到《法华经》以后 你这个《法华经》这个乙大荣小无法不大的心 这样的一个智慧产生以后 所有的车子它只到一个地方去 就是成佛 不管你是扫地 这个扫地是人天果报 扫地对他来说是成佛的质量 这个就是不依一切勇气收拾借骨 就这个意思 他能够把它开拳显示 当然这是菩萨的托地心跟正式见的引导 用心力来引导法的力量 我们一般的人心没有力量 只有用法 完全听法的招呼 由法来引导心 那这个我们是被动的 那这个的确是有五称的差别 那这个不能否定 法的确有它的高下 但是当你的不利心在主导的时候 法就没有高下 所以有时候你读经典 你会觉得佛陀一下子说法有高下 一下子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不是是佛陀经常矛盾的 佛陀说这是人天法小圣法 那就是高下了 但是讲到《法华经》的时候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譬如众流汇入大海 那你要懂它的真实意是什么 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花菩提心之前 所有的法对你来说都有高下 因为你的心是受法来主导 你受五戒人天国报 修禅定得社界国报 那么修智慧得初始泄妥 那你说法的确是有高下 但是你菩提心成就以后 所有的法是你的菩提心 你是以心来引导法 那么这个时候的法 完全没有高下 正如荒王军说的 如是一心中 方便请庄严 你是以一心为中 所有的法 都是在庄严一念心性 那么这个法就没有高下 你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法 这个法对你是妙法 所有的法只是趋向 一个成佛的布局而已 这个就是 不依一切有趣收拾结果 就这样解释这句话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所知相 这一课就讲完了 讲到生命的差别相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讲入所知相 如何来进入生命的真相 如何来改造自己 第三段讲到修行的方法 向下文长 附再来日回向